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上人自己做量子电脑的国家没有几个 台湾是其中之一 去年武娃和中营业的同仁 做出一台五位也超导量子电脑 幻影世界只有少数的国家 可以用超导电子元件做出这样的工艺 你可能好奇 都21世纪了 造一台电脑有那么难 因为量子状态非常容易受到电磁波辐射 例如光坡和温度的干扰而产生错误 所以超导量子晶片要在低温中 几乎没有电磁波干扰的环境才能运行 要让每个量子未然都不受晶片上原子及杂质的影响 就像是要建构一家太空船 但不能有任何侠出 这是非常细细的工艺 目前最快的电脑是超级电脑 今后量子电脑会与超级电脑结合 透过云端服务使用者 这是一个避廊的趋势 那超级电脑跟量子电脑差在哪里? 超级电脑就是运作很快的传统电脑 它的运作是用0和1的转换来计算 但一次只能够执行一个运算 就像用手拨算盘一样 差别在于超级电脑 拨算盘的速度很快 所以理论上 让足够多的传统电脑同时做计算 给人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量子电脑的核心是量子未然 你可以想象 传统电脑的未然 就像是在紫硬币 要么就是人头 要么就是数字 当量子未然的这颗硬币 可以同时是人头与数字 这就是量子叠加态 量子未然的叠加态 能同时表示0和1的复合状态 所以带着两个资讯来做计算 因此如果有20个量子未然 就能同时执行2的20次换 大约就是100万个数字 花一样的时间 得到数万的成果 这就是我们要打造量子电脑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日常工作的问题 还是要用传统电脑来解决呢 因为问题不复杂 量子电脑就不会有明显的优势 量子电脑并会用来取代传统电脑 举例来说 量子电脑就像是写税 而传统电脑则是平面道路 我们不会因为有了写税 就换弃了平面道路 甚至是尝试并在一起使用的 当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有无穷的可人选项 这才是量子电脑上场的一律 它可以一次模拟所有选项 并选出最佳解决 举例来说 资料空搜寻或是模拟量子环境 就很适合用量子电脑来处理 像是来模拟蛋白质或化学材料的结构 这可能是让医学跟制药有极大的进步 五味岩的量子电脑 还无法媲美传统电脑 这项成就的意义是 台湾已经有能力自行制造量子电脑 也可以更进一步的进行量子原创法 或是量子物理现象的研究 如果你家社区就有迪士尼乐园 你肯定就会想就近去玩 甚至还能吸引临近国家的游客 专程过来玩 当台湾有自己的量子电脑 成为世界上少数的领先者 你是否也想进入量子乐园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